來 上課之前 編輯一下 我剩下的大概八節課對不對 從你們今天到機測剛好有八節課 那一節課我大概開上一整個單略 所以老師手上的講義大概不會超過八章 比較好講義就上來 那我們就複習完了 那你們的自修的部分 還有你們的作業的部分 考卷的部分 我會抽我上來講義的額外時間 這樣就做 這樣了解嗎 不過自修 講義 考卷的問題 你要自己處理 那個是你額外的複習 那麼問題 然後生物的部分呢 在整個機測裡面 通常會大概佔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內容 而且這個部分算是最簡單的 理畫科裡面 除了第一科以外 最簡單的科目 好 第一科大概佔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科的內容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科目你一定要把握 然後其實 理畫 我看過很多年的機測屏幕理畫 不難 沒有你們想像中的難 所以請你不要鑽牛腳尖去研究那些很尖色的問題 請你把基本的原理概念弄懂 包含生物也是 所以生物我的上法呢 基本上呢 你們有這本獎益嘛 對不對 那這本獎益的部分 你就配合這個題目做 那老師的部分呢 我總共大概會發六張獎益 那這六張獎益會包含所有的 你一年級學到的十個章節的課程 那這張獎益上完了 你十個章節就復習完了 所以我會幫你把所有的概念統整起來 集合在一起 這是我的目標 也是我一直以來上複習課都這樣上的 所以我非常喜歡上複習課 因為上複習課很有趣 比上一年級的課還好有趣 因為複習課的時候 你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拉進來 你不會像一年級再拚拚 一年級的時候 你是一塊一塊的拚上去 可是複習課的時候 你不應該再去聽聽聽聽 你應該把這本東西當作是一件事情 而不是一個章節一個章節分開的概念 甚至於不只這本東西 連你的歷史 社會公民 你也可以把他們當作是一份東西 你不要再區分 這東西是歷史的 這東西是地理的 這東西是生物的 這東西是文化的 你念到柏山 你就要把這些東西攪拌在一起 他們都是有關係的 那大部分跟你的生活有關 那第一次 剛剛有沒有問題 我本來想問你們你們要怎麼上課 不過我想了一下 還是我怎麼上課比較重要 那就能夠為止 好 那你手上看到一張複習講義 這是第一個單元的部分 好 那我們第一個單元呢 會向到幾個層面 包含細胞 細胞包含動物跟持物的細胞 還有物質的進出 好 所以我們看到在左上角 你今天會看到細胞 是因為有這個東西的關係 你才會看到細胞 不然你很難看得到細胞 好 日常生活中看得到細胞 用眼鏡看得到細胞 你可以看到一顆細胞 可以看到什麼細胞 蛋 很好 沒錯 雞蛋就是一個軟細胞 好 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個軟細胞的哪一個部分 蛋拿起來 你看到的是一個軟細胞嗎 還是你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軟細胞 打開來裡面有一個軟細胞 那那個軟細胞的範圍在哪裡 因為小白點 有人認為是小白點 有沒有其他答案 蛋黃 包含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其他答案 蛋白加蛋黃 有沒有 蛋殼加殼膜加蛋白加蛋黃 應該沒有其他的答案了吧 好 那到底哪一個地方算是一個細胞 你學了那麼久 什麼叫一個軟的細胞 要包含哪一個部分 小白點其實只是它含有細胞的位置嘛 對不對 小白點的地方 後來它發育成一隻小雞 如果有時間會給你看 你知道嗎 但是其實我們說整顆蛋細胞的位置在蛋黃 包含裡面的部分 這樣的問題 所以那是你肉眼可以見到算是很大的一顆細胞 可是大部分的細胞我們見不到 所以我們要從補科的事情開始說起 好 那補科當初用的顯微鏡其實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們經過改良之後 我們使用的顯微鏡跟它的原理是一樣的 但是形狀長得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用的顯微鏡觀測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一些事情 第一個 這裡有幾個重點 應該要寫下來 我等一下往這裡寫的部分就是你寫的部分 好 第一個我們要觀察到這個東西 目鏡 第二個 目鏡 第二個 目鏡 就是一個光源 它寫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可能是我們傳統用的 可能是一個反光鏡 或者是一個電燈 或者是一個電燈的光源 或者是一個電燈的光源 好 那當初補科發明出來的顯微鏡 雖然會長這樣 原理是跟這個一樣 它發明的顯微鏡叫 應該說它改良的 其實最早做出那個形式的不是它 它只是改良成更好更精細的形式 好 那什麼叫複式顯微鏡 就是這件事情 複 好 複就是兩個的意思嘛 雙數以上嘛 對不對 複數嘛 對不對 所以 什麼叫複式 你思考一下 這裡有兩個什麼東西 兩個什麼 兩個什麼鏡 啊 啊 什麼 兩個什麼 兩個透鏡很好 什麼樣的透鏡 兩個凸透鏡 沒錯 好 所以在這裡你會看到兩個凸透鏡 那兩個凸透鏡就是目鏡跟目鏡 它們兩個都是一個透鏡 所以經過兩個透鏡的放大之後 你會產生一個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的像 導力 放大的 怎麼像 實相還是虛像 啊 實相還是虛像 光有沒有進到你的眼鏡裡面 好 我不用看兩個嘛 它一個很好 請問今天的複策放在這裡 你看這裡 它那個導力的 你眼睛在這邊看嘛 所以是在這裡看到的 那這是實相還是虛像 光到底有沒有跑過去 啊 光如果我們要跑過去延伸的叫虛像嘛 對不對 光如果有跑過去實際上看到的叫實相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這個相當的實相還是虛像 光有沒有跑過去啊 這好難的 你要記得啊 你的凸透鏡只會有一個導大虛啊 導小虛 對不對 有沒有 導大虛的 是正力放大的虛像 導力放大的實相 好 我去看看你的扣鏡 好 扣鏡那個地方絕對不要用背了 絕對不要用背了 要用畫的 好 我從來都沒有 強力的去背過那個東西 你現在叫我背出來我還是背不出來 可是你叫我畫的延伸 從我國中 高中 學到現場 中間你大端的時間都沒有學 所以我還是可以畫的 所以你一定要會畫 OK 好 所以經過兩個透透鏡的放大之後 你得到一個放大的 實際上光有進到你眼睛的下 為什麼光會進到你眼睛 很簡單 因為光就從這個反光鏡打上來 然後透過這裡可能會有一個光圈 OK 打上來之後呢 它會進到目鏡裡面 最後進到目鏡裡面的眼睛會去接收 所以光一定要從下面打上來 所以這個放進去的標本一定要有一個特色 要有什麼樣的特色 蛤 第一個可以透光 第二個 它要很大一聲很小 很小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有又薄又很小的特色 你才能放進去這一排環環裡面 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在做波片的時候 你一直做的又薄又小 你看到的一定是很小的東西 那相反的另外一個顯微鏡叫解剖顯微鏡 解剖顯微鏡其實是讓我們方便觀察 方便直接在上面操作 所以你看到的跟你實際上眼鏡看到的 透過目鏡看到的像會是一樣的 不會是倒立的 這樣東西 它必須是正面的 這樣你刀子卸下去才不會 刀子從右下腳進去 從左上腳再一個視野跑出來 這樣你根本沒有辦法做解剖 好 好 所以複製顯微鏡只要告訴你一個特點 今天在複製顯微鏡下面 視野下方的東西 這個是我透過目鏡看到的 圓圈裡面的東西 好 假設這一隻生物 在右下腳我要把它往中間移動 好 請問你要實際上你的波片要往哪裡 實際上波片要往哪裡 好 這裡有個口訣 它在哪裡就往哪裡 在哪裡就往哪裡 在某個頂 好 它在哪裡 右下你就往 右下腳就這樣就對了 好 另外一個口訣 它往哪裡跑就往哪裡 它往右下腳跑你就往哪裡 右下腳 你看到某個頂 好 複製顯微鏡最方便 最聰明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是很直覺的 在哪裡就往哪裡 所以你今天要把它移到視野正中間 所以這個東西整塊波片 你就要往這個地方移動 把它推下來 這樣很容易 好 所以你要把它從左下移到視野正中間的時候 你的波片實際上是要右下腳 好 所以這個你可以補充在你的 那個波片的正中間 好 畫一個你視野的圖 好 那實際上我們在行為 下面主要觀察誰呢 就是要觀察你的細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觀察到細胞會有哪幾個種 OK 好 好 我們 喜歡 好 你們 好 我們可以 好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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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久 好 你摸 好 你們 好 你們 好 比較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好 那我們來說細胞 細胞基本上我們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叫動物的細胞 第二類叫植物的細胞 怎麼畫這個 什麼樣的細胞 單細胞 什麼樣的單細胞 單細胞有分成兩群 一群叫原核、一群叫真的 所以這是原核、真核 好 真核是有細胞核還是沒有細胞核 好 真核是真的有核 原核是原始的接近沒有核的生物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生物在演變的過程 從最原始的原核生物演變成後來的真核生物 這兩個有細胞核 對不對 這個是看起來沒有細胞核 沒有明顯細胞核的生物 好 所以上面那個 可以強調的是這個生物 叫做 好 原核生物 這個細胞是動物的細胞 這個是植物的 好 好 所以課本在第一章的時候會跟你說 一個細胞必須要有三個基本的構造 我都會跟你們班的學稱說請你不要這樣記 細胞會跟你說有哪三個基本的構造 細胞是嗎 核、細胞、膜、細胞、脂、核、脂、脂、脂、膜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原核有沒有核 所以我都不會跟他說有核之膜 所以我都會跟他說有核之膜 所以我的學生說 細胞有三個基本的構造 第一個叫細胞核裡面的東西 好細胞核裡面有什麼東西 就是所謂的遺傳物質 也就是所謂的 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生物來講 遺傳物質 好 這個裡面的遺傳物質 細胞核裡面有什麼東西 它分割圓裡面的東西 讓我們發揮狀的東西 會在這邊 我三個一起寫核的資格 我三個年級會寫真字喔 就跟大家講一下 有三個年級會寫真字 我三個年級會寫真字 我會分割圓 我一個會分割圓 我一個會分割圓 3 3 2 2 3 3 5 4 7 9 7 7 9 10 10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好 為什麼要有膜把它隔起來 為什麼要有細胞核把它隔起來 為什麼我們會先強調細胞核的件事情 就在這裡 原始人跟現在人都跟你一樣 要吃飯 要睡覺 要大便 要看會有娛樂 你也是一樣 要吃飯 要睡覺 要大便 要有娛樂 對不對 好 可是你跟原始人睡覺的差別是什麼 原始人住在哪裡 山洞 山洞裡面對不對 所以他吃飯的時候會聞到大便的味道跟大佬睡覺的味道 可是你住在哪裡 房間裡面說你會做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很偉大的事情 蛤 你會做很多間啊 大便的時候你會在廁所啊 吃飯的時候你會在屬於 在餐廳嘛 對不對 睡覺的時候你會在醒吃嘛 對不對 看你吃的時候你會在客廳嘛 就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好 所以為什麼要隔膜 膜為什麼要隔起來 為什麼要有立腺體 為什麼要有驗立體 為什麼要有細胞核的膜 為什麼要直接離離負負責的膜 出現在你的細胞裡面 這些的功能都是幹嘛 蛤 為什麼 簡單嘛 因為你每一個地方做的事情都不一樣 你要把它們分割開來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比較後期才出現 這個很原始 很早期就出現了膏障 那科學家其實在懷疑一件事情 他在懷疑會不會是一隻這個東西吞了另外一隻 或者是他在進行分裂的時候不小心沒有分開 所以才出現細胞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樣子的 甚至於科學家也在懷疑這件事情 這兩隻其實不是他的人 是他搶來的 這個是什麼 立腺體 這個是什麼 葉綠體 葉綠體 實際上真的證明葉綠體跟他完全不一樣 葉綠體裡面有遺傳物質 不是他 跟他的遺傳物質不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搶人家 搶一個樓樓進來幫你動作 這樣懂了嗎 那科學家認為他是蹲了一個類似找黑的物質 蹲進去之後把他包在裡面 然後去叫他幫他做網子作用 你努力他 可是他提供給他一個很好的保護的場所 這樣瞭解了嗎 所以以前的科學家都懷疑這兩隻是被 現在的科學家懷疑他們是被捕進去的 被抓進去 OK 好 接下來大家都有的 除了遺傳物質以外 那我們遺傳物質有兩個人有包膜 所以那兩個要列出來 這個人都沒有 所以原核生物是 為什麼叫原核生物 就是因為他是原始的 看不出明顯細胞核的 我們可以簡單來說他沒有細胞核 雖然我們這樣說會被高多瑪士揍 還是被大多瑪士揍 那麼不分 沒關係 反正難一點的後來再選的話 我們先選一個簡單的概念 都還來認同 好 我們說 原核生物就是沒有細胞核比較 原始早期出現的生物 好 第二個 大家都有的 這個就是你們剛才有的 細胞核 這就是 控制物質進出的位置 所以細胞核的方能 就是控制進出 好 下一個 也是大家都有的 叫 我們剛才講過的 細胞脂 好 那其實真正的細胞脂 其實是包含細胞膜內 細胞核外 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些也都放在細胞脂裡面 看看有沒有 細胞脂就很像你們 細胞核跟細胞膜中間的所有東西 都會舉例像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裡面又加料 所以這些料也算是玉米濃湯的一份 沒有 好 所以細胞脂是包含 膜以內 合膜以外 的所有的物質 就這些湯湯水水的 包含有顆粒的東西 好 下一個 這三個 是大家都有的 好 接下來的東西 動物跟植物 有 它沒有 但是它還是有這些功能 好 舉例來說 下一個是立腺底 好 問題來了 請問立腺底的腺底型 是立腺底還是立腺底 這兩個會有很大的差異 對不對 是立腺底還是立腺底 是立腺底還是立腺底 你要聽懂嗎 因為我們通常把這兩個地形想 對不對 我覺得是上面那個就那個 上面那個對不對 對不對 來 你覺得是上面那個舉手 來 你覺得是下面那個舉手 好 很好 小數的就對了 好 所以我已經跟一年級的同學講過了 你三年級的時候會跟你們一樣 就是你一定會忘記這個線是哪一個線 只要你學完那分泌線的字的話 一切會自己錯 絕對會記錯 所以我今天證實的這件事情 真的會記錯 好不好 我每天都在這次的事情 因為我知道你派媒一定會記錯 好 字地 線 底 好 為什麼字地線底 你第一重來都不知道 所以你才會記錯 我都會跟他們講一次 然後他們三年級還是一樣會忘記 所以沒關係 這講一百次他還是會忘記 我們學東西就是來忘記 學習就是用來忘記 因為忘記完你就會把最精華的保留下來 那就是你的東西 所以有些時候 像是上次誰啦 林一新來學校說 我們學那些東西後來都不會用到對不對 都沒有用嘛對不對 你看後來去當演員去當歌星 會不會用到那些東西 實際上理論上不會嘛 我學那些東西我現在只用到哪一個部分 跟生物跟物理跟化學有關係的事情對不對 但是那些東西都是沒有用啦 這裡會來個問號 因為有用的你會留下來 沒有用的你一定會忘記 因為我們的腦袋沒有辦法灌這麼多姿勢 你要格式化你要再寫一次 然後把不重要的丟掉 然後是什麼才是這個事情 如果你不會做這件事情 你會貼小 真的 阿因斯坦 阿因斯坦一定是一個很容易忘記事情的人 因為他連吃飯都會忘記 他常常都在實驗室裡面都忘記吃飯啊 然後餅乾隨便吃一吃啊 然後我好像有聽過 我不知道是他的還是另外一位科學家的知識 就是拿餅乾沾茲吃掉這樣子 之類的 這種科學家就是很多事情記載出 但是專注在你這件事情上 所以你不要認為他們很聰明 他們只是把你們放去看電視阿 然後打電腦阿 然後讓給你人生的時間拿來想 科學到底是什麼 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只是跟你投資的不一樣 我沒有說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好 你爽就好 好 阿因爲他很爽嘛 他在研究那些東西的時候 他很爽啊 很爽啊 放棄視線的分換 也放棄的痛苦 對不對 就像你在大街上看電視 看電視的時候 就放棄視線的分換性痛苦一樣 所以我沒有說哪一個比較好 你喜歡的 但是你要把它做到最好的 OK 好來 阿立線體的功能是什麼 下面有兩個事情 一個叫呼吸 呼吸有兩邊是 一個叫小的呼吸 一個叫大的呼吸 常常都會這樣講 好 一個叫呼吸 作用 一個叫呼吸 運動 一個叫呼吸 運動 有嗎 你現在在呼吸運動有嗎 有嗎 除非你貼氣嘛 對不對 那你再控制的是哪一個 稍微控制一下 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是呼吸運動對不對 你能不能控制你的呼吸作用 不行 因為呼吸作用是在這個裡面發生的 在你的細胞裡面發生的 呼吸作用指的就是 把你的養分拿去燒的過程 所以就要拿東西去燒 你需要幾件事情 燃燒 需要幾件事情 哪些事情 燒的東西 對不對 第二個咧 第一個是燒的東西嘛 要燒的東西嘛 第二個是幫助它燒的東西嘛 所以你要有可燃物嘛 要有豬燃物嘛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東西啊 藍點 藍點 就是溫度對不對 好 請問你你細胞燒起來了嗎 你到達藍點了嘛 所以你需要一個人幫助你 那東西很重要 你沒有辦法把你溫度提高到那麼高 你只能需要一個東西幫助你 兩個字 在化學裡面叫吹化劑三個字 在生物裡面是兩個字 就是酵素嘛 所以這些東西都需要酵素嘛 因為你要到達三個條件啊 你要有可燃物 要助燃物就有藍點 可是藍點到不了嘛 所以你只好用酵素來幫助 把他的反應的溫度降低 好 所以你需要的事情 可燃物啊 你在身體裡面誰可以燃 燒 什麼東西可以燒 三個東西可以燒 油 油 還有咧 蛋白質 還有咧 糖 油就是脂質嘛 還有糖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燒的是糖、油跟蛋白質嘛 對不對 糖、油跟蛋白質嘛 因為糖跟油比較早燒完 所以我會說糖、油、蛋白質 你要先燒完糖才去燒油 才會減肥 如果你糖沒有燒完 油也沒有燒不到 油也減不了肥 可是如果你油也燒完了 你就去燒蛋白質 你就知道了那麼,你喜歡 bi medo